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期只吃这些餐店 缺乏矿物质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会影响健康 台湾营养基金会执行长吴云荣说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蔬菜大概0.5分不到 对所以就是整个是非常的不均衡 吴云荣建议外食足将白米饭白面条等精致淀粉 换成糙米地瓜玉米等 另外增加蔬菜水果坚果量摄取 他也建议外食尽量选择可以自行搭配餐点的自主餐 而便当的饭量及肉量太多蔬菜太少应该尽量避免 另外假如这一餐蔬果吃的不够 也要再下一餐补回来 见光记住了封信与台北报道